你小轮做地产的嘛,煤气也有地产,但是煤气的主意不行,那你十几元买 他有没有说多久的,之前买下去 他没有说,但是他就说买入价是13元,就收过红股的当中 我收过红股的,因为我都计过数的,如果你十年八轨前买煤气,就应该还是赢了 但是最伤那班就是近两三年买的 一来的红股少了,二来的价格就不停跌了,那如果你说近年才买的,我就真的见你斩揽算了 因为没有了,煤气,你减了红股,你已经没有了那个最大的卖点了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不送红股先,因为这个数据不行 这个数据行的话,他一定会送给你的,如果这个数据不行,那他送来也没意思的 股价都跌了,那送些跌的股票给你也没用了,那变了 你现在的,讲的PE,去到估值算了,三十几倍的煤气 你怎么卖得下手了,之前三十几倍OK 因为你继续有生长,继续有红股嘛,那你这一两年已经搞不定的时候 我想,不要再用以前的尺子去量现在的煤气了 就是你说,喂,值得买啊,10元以下的煤气 喂,大哥,10元以下的煤气没了之前那种装备的时候 你怎么买呢,今天都穿底了,其实很多朋友都问博不博了 就是想不到有什么的好的因素去博他 你说,喂,不是哦,开关,不是开关 炒食肆复苏了,就是要用多些煤气了 喂,说真的,如果是说我炒食肆算了,我需要炒煤气 算了,我想不要搞了,你指不指示 我想,我建议你可以换马,就是如果你说我一向都是想着买来收息的 或者用些钱,我想你换一半先咯,如果你怕他会反弹,还是有些情意结 觉得很伤啊,现在这样沽,那你可能换一半先咯 那建议都是那些623啊,那些电讯股啊,或者941啊 这些相对来说就硬正一点咯,作为一个中场线收息的话 就算了,很漂亮 623 ande续 1.1 2 2 2 1